大家好 我是愛玉言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崩壞新活動 美夢大機密經典結局 美夢大機密特殊結局 星雄鐵道 二點在版本 活動鐘表小子 美夢往事一完結 活動攻略夢大作戰 鐘表環遊記 金夢大危機 迷夢大冒險 美夢大機密特殊結局 愛汽水的鐘表小子 好的這一批就是美夢大機密的普通難度 就是一個經典結局 我們直接開始 這個是徹底放猜了 玩到最後的話我們什麼都不需要戰 我們把情緒 種子 有什麼情緒都可以 讓他數字越糟越好 最後達到一個值 好 可以蹲著我一級點 然後 自己玩的話難度也不大 4 2 下一步 選擇 2 2 4 從左到右的順序 下一步 然後我們選擇 1 2 3 繼續剪輯 下一步 這一步的話 需要注意一下 然後 6 2 2 1 繼續 後面是拉拔 拉拔的話隨便拉 拉到哪一支的話 都能滿足條件 好 結束 合著我們繼續去撿後續 撿後續的話塞入一支快徑 來到下一張 第二張的話也是一樣 要求的是我們的椰對種子 我們直接開始 然後 先3 後2 點擊繼續剪輯 下一步 我們左邊放一支5 右邊 1 3 繼續剪輯 然後 左邊放兩個大數字 右邊放一支1 4 2 1 繼續 好這一處的話 我們最右邊放兩個4 就是要2 3 4 4 從左到右的順序 繼續 然後下一步拉拔 我們拉一下 好 第二部分也就結束了 達成它的要求 然後我們繼續剪輯 塞這個快徑進去 繼續請進 來到我們的第3處 第3處的話需要認真一些 就是第3張 這裡有一處 小細節可能被忽略 然後我們先214 接下來第二步 第二步的話 右邊放兩個大數字 左邊放一個 隨便 右邊這個不影響 隨便放這一處 然後需要注意的是 這一處的話需要 仔細看 還要求大於4的這兩個 必須把4 5填進去 否則就完成不了 你把這兩個填進去 後面的簡單多了 然後填2 6 繼續 最後一步的話 中間 填2的大數字 然後2的3填到左右 我們的任務就完成了 還有最後的 一部分 我們進行拉吧 拉到哪裡 這個都可以 已經夠了 完成之後我們繼續解析 好 後面就是旁白部分 注意這些任務做完之後會有一段劇情 然後需要和這個NPC去對一下話 那麼這裡就不錄後續了 羅盤不滅 比較有意思 這時候就是 它的一個旁白 好了 鐘錶小子 現在應該叫羅盤小子 說它會 承受羅盤號 怎麼怎麼樣 那麼我們下一批再見 承接上一批 這裡我們和旁邊一圈NPC對話結束之後達成成就 時間何其妙 然後我們這些任務也到這裡就完成了之後 去把我們沒剪完的片子再剪一下 那之後還剩了一半 那這個活動怎麼找的 之後做完了還剩一半 好 這次我們直接開啟來到上方 鞍魚樹下 第3章 你直接跳過 旁白看完 看完之後 我們開始選 首先 折右兩邊 稍微慢一點 5 4 然後繼續剪輯 下一部分的話 我們選擇 4 6 繼續剪輯 這裡我剪錯了 把剪錯剪掉了 然後下一部分的話 我們選擇 2 1 5 然後繼續剪輯 然後下一部分的話選擇4 6 繼續剪輯 最後一部分的話 我選擇 2 5 6 然後繼續剪輯 這裡的話其實我們是差6點的 他除非你拉獎的話 然後有失誤 拉獎的話失誤了 拉到獎的話你再重做一遍 然後就完成了 其他是一遍做 中介我可能有某一處 少做了一點兩點 所以說只要我們不拉到獎的話 這個就完美完成了 結束 自己去摸索一下 最後一個挺簡單的 大家自己試一下 繼續前進 然後塞個快進 繼續剪輯 那麼我們的結局就達成了 美夢永恆 最後 聽鐘錶小子 讀旁白 旁白結束 活動結束 整周活動到這裡就完全做完了 那麼我們下一批 去帶大家領一下獎勵 有成就 好幾個成就 包括失敗有的成就 大家記得把成就都領一下 一定要減錯一次 失敗一次 記得關注再走哦